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客我们的节目 James 欢迎回来 Happy New Year 新年的第一集节目 那第一集虽然是一个新年 但是我们已经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新型的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你怎么要看待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当年的SARS那么严重 但是的确也造成了不少的恐慌 是的 我自己也一直在追踪这个事情 它是从12月31号开始发现这个病毒 到现在为止全面爆发 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 也是很关心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重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政府机构 都在全力地在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不会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大家先不要panic 跟大家科普一下 当年的SARS的致死率 是比现在的这个新的冠状病毒要高的 严重多了 对 今天的这个冠状病毒是百分之 好像是2还是4而已 是 那当年的SARS是要10级的 对 所以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那么给大家再科普一下 就是我看到一个病毒学家 在网上讲的消息 就是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之所以像我们刚才讲 也没有那个SARS那么严重 它的特性是这样的 首先它还是像所有病毒一样 它是需要一个媒体的 比如说你的唾液 你的这个body fluid 血液去传播 所以不要跟人走得那么近 不要那么近的交谈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作为一个病毒来讲 它在不停地mutate 在异变 它每一次异变的 这个威力就会减少 但是同样它每一次异变 就是它的威力减弱了 所以它的这个传播力量 更大更广 所以这是它本身 它自己作为病毒 一个生命体来讲 它的一个求生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记在心里 所以就不用特别害怕 大家还是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多洗手 多洗手 多用消毒液 不要去太人聚集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本身的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假如你有足够的睡眠 你吃得好 其实它是很强的 那就记得大家要多休息 在这段期间里 少去人多的地方 没错 各位如果还是不放心 还可以上这个网页 我们刚刚查到了一个网页 就是由美国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推出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智能的一个地图 全世界所有的coronavirus the outbreak 大家可以上到这个网站 就是John Hopkins University JHU的 到EDU的这个网站 去点全世界这个地图 就可以看到了 那它现在到我们节目录制为止 so far所有的deaf toe 就是死亡率是100 刚刚过100个 那么recover率也是79个 so far confirmed的case 是4000 就是差一点就到5000的一个病例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目前为止 全世界还是在尽可能 去掌控这个situation 对 你讲这个地图 假如大家有兴趣去看看的话 你直接在Google上面search 就是说 track how to trackcoronavirus 你就会看到这个网站 在Google的第一页 那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 比较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到 哪一个地区爆发的比较严重 那当然在美国网站这边的朋友 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边只有几个病例 可是它没有很快的在增加 看起来是在被有效 在控制住 那也是希望说 这个潜伏期过之后 全世界能够更有效的说 控制住到底爆发了多少 那么中国的武汉 作为这个epic center 当然是最严重的 所以大家如果上到这个地图 你可以看到地图上 中国的武汉地区 是最多红色爆发的地方 那么周边的城市 还有周边的国家 都也是受到波及 亚洲地区是比较严重的 那像美国了 加拿大了 还有欧洲地区 就是比较零星的几个 希望这个数字 不要再增加的太快 而且也不要增加的太广 所以我觉得会 大家政府会尽可能 去控制这个局面 对 我们大家仔细注意一下 在各下几天 假如说那个数字 没有很快的增加的话 其实就可以放心一点 就是它正在被有效的控制住 没错 那么如果各位原本计划 在这段时间有要出行 要travel的 还是可以考虑 再更改这里的行程 因为我觉得最近 还是不要去飞机场 火车站 这些人多的地方 stop shopping mall 超市都少去 不要握手 多洗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不要恐慌 还是做好基础的 这种防护措施 戴口罩 勤洗手 用消毒液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没错 Move on to the next topic 就是James 来谈谈科技吧 对 我最近 我最近刚刚 acquire了一辆 这个电动车 也就是我们经常 也谈到了Tesla 我买了一辆 Tesla Model 3 其实这个车 对我来说 大家都 如果常看我们节目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对这个电动车 一点没有好感 对 我记得两年前 我们在谈Tesla的时候 我说一定要投资 这公司的股票 有个人就跟我说 这应该要毁了 应该不行了 就自己去买了一台 买完了之后 完全变发烧油 很严重 In my defense 我的感觉是 因为我觉得 这个完全把一个 跟自己的 跟自己生命细细观观 日常生活细细观观的 一个东西 交到一个完全电动电脑的手里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像你家里一样 你有一大堆什么 什么Alexa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随时都在听着我们讲话 对啊 因为Google 你一点隐私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开始用这个Tesla Model 3 大概已经有两个月了 我就觉得说 对我的人生的 尤其是上下班的 这个commute过程当中 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上下班 其实基本上 差不多有一百一个mile 一百一个mile来说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就很大的负担 而且油 油的费用 有很大的一个油的 这个加油的一个开销 是是 所以我当我换了电动车以后 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解决 很大一部分的一个 一个开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主要就是 它这个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conveniency 就是一个方便便捷 怎么样呢 就是上下班如果很堵的时候 你其实越堵的时候反而越好 因为当所有的lane都很堵的时候 你只需要选一个不太堵的 然后你就stay in that lane 然后你就turn out 它这个所谓的autopilot feature 而且我这个autopilot feature 还不是一个就是 你要加钱加六七千块钱 那个advanced autopilot 是一个最基础的autopilot 其实我个人来讲 如果各位有兴趣买 这个Tesla的车的时候 不用任何的advanced autopilot 其实也可以了 就基础的也可以 就是它的differences 就是你一个可以帮你换线 一个可以不能帮你换线而已 对 那么如果帮你换线的那个呢 就是要加钱的那个 那其实大家很多觉得说 那如果不帮我换线 那还叫autopilot 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你在stay in this lane的时候 它会靠所有的这种sensor 雷达去recognize这个行车线 行车线你只要stay in this lane呢 然后你turn on autopilot呢 它就会帮你steer 帮你就是在这条线里的转向 那你知道大家有 知道有些时候 freeway是要去了拐弯的嘛 是 会转弯的嘛 那也还有会帮助你 seller和decelerate 所以而且它的 比如说前面的车突然刹车 它的这个预支能力呢 非常这个collision protection 这个感觉呢 是非常的比你还要灵敏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 我上次看过一次一个research报导 它就说我们人的反应 是不可能快过Tesla 它本身sensor的反应 所以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不管怎么比Tesla 它的反应能力来比 一定是比你自己快的很多 因为它随时随地 每一秒都在看前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倒不一样 我们有时候去拿个咖啡啊 然后跟后面的人讲话 那就可能会造成车祸的 没错 因为它不仅是看你前面那辆车 有没有踩刹车 它是用所有的声纳 用radar去detect 所有周围所有的车的状况 所以它会预知到说 前面的前面的前面的车 有没有在踩刹车 还是油门 旁边这条线有没有比旁边 你在现在有的行程线快还是慢 所以非常的avance 我就遇到过这个situation 就是我发现我旁边这条线 我在最里边那条线 我发现我右边这条线 supposed是slow的 可是有更多的space open up 所以我switch到这条lane 然后结果发现 前面有一辆车 是比我的车要慢的 可是这边虽然车多 但是它所有车都在很快地走 所以我的车又建议我回到这条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interesting 你会觉得说 哇塞 它怎么知道 我要哪条线更快 哪条线更慢 所以就是觉得说 它看得比较远 对 它看得真的很远 它看得比较远 它会预知前面前面前面的车 有没有在 那个driver 有没有在踩刹车 还是在踩油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非常非常impressive的一个技能 有人爱上Tesla的科技 没错 就像他们俗称的那样 我已经完全入教了 完全入教了 伊朗马斯没人败它 没错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告诉您更多 各位啊 欢迎回到我们听电话题的节目现场 今天为各位请到的James 继续做客我们节目 James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Tesla 这个我知道就是有个新闻 就是在东部的Maryland这个州 有一个本来是gas station的owner 就将它原本gas station 直接所有的 整个变成 变成了一个EV charging station 也就是说你在去那里的时候 不是加油 或是充电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 到底作为一个business standpoint 它这个是不是如果有 电视机前有这个own gas station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他们也可以这么效仿去做 我觉得电动车一定是个未来 那因为我们全球暖化这个问题的存在将会有更多公司投入电动车的这个行业 可是以一个深夜的角度来看的话 整个要把整个gas station变成只是充电的 可能还太早 你可能不会获利 我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 第一个 那个拥有电动车的人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 现在是一部分的人有 第二个是呢 在充电的时候 我记得 我有看到那些报道 它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充电 可是很便宜 譬如我们加油 5块钱 对啊 它只要5块钱了 通常我们现在加油好贵 50块啊 60块 所以价钱上面是可以省很多 只是 对于我 比如说我要在那边等20 30分钟的话 我可能不会等 因为我要赶紧去赶去下一个会议 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等到 它的科技 我希望 相信在未来的5年 可能甚至你充电 可以10分钟就充完 甚至5分钟就完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那就make sense了 那个时候 你可以把整个 那个gas station变成 那个充电了 那人家只要留5分钟就可以走 他们就会很愿意来从这个店 而且爆发性的 会可能全面开始改 因为5块钱比起50块钱差太多 没错 其实现在也是 其实像我们看到 所有Tesla自己的supercharging station 就是号称也是 可能15分钟 15分钟就好了 就充完 6分之70的店 但是这毕竟首先 开电车的人还是占少数 开Tesla电车的人也更少数 那么去真正去到Tesla supercharging使用的人 就我个人来讲 我拥有这辆车大概两个月了 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虽然我也 我也想要去尝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并竟不是很方便 对 还是有一个统计说 这个美国的 有个统计是说呢 在所有美国拥有电动车的人 80%人的以上呢 都是去在家里充 或者有一个固定的充电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就像你刚刚讲 如果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一个 可以去充电的方式 并且是可以很快速的充好电的话 这个爆发率会很快 对 但我很高兴你总算接受了Tesla 因为这真的是未来 这是真的是未来 我希望更多的公司 投入这个精力 那可以帮忙减少 我们在这个全球软化上面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很多 我身边朋友问我 就是那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电费会增加多少 是 这个我可以凭良心讲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的确是有增加 而且也不少 但是问题呢是这样 就是说当你拥有这辆车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住在这个 我们本地的朋友们 都是用这个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的 对 那他们的有一个program 就专门是让你可以帮助你去说 他知道 你有电动车 对你有电动车 你告诉他 所以没有关系你多用 所以你一定要在某一天的一个 譬如说他们叫off peak 就是非高峰时间去充电 这样的时候你的电费就会低很多 这个具体的情况 当你有电动车 你可以向他们去询问 我在这里就不做个详细的解释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当你有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你可以去跟你的电力公司洽谈说 我买了个电动车 我的用电肯定会增加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deal 他们肯定会有这类似的program 不管你是住在哪一个城市都好 谈到电动车 Mustang是不是要出了一台电动车了 没错 那这个Tesla也是相对来讲 是要推出一个更budget一点的SUV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它目前只有这个X 而且非常贵要10万 那么现在它将会出一个Y 那么所有人其他的manufacturer 就看到哇塞 Tesla这个做得这么好 那我们要去compete 所以Ford就出了一个叫Mark E 我个人来讲呢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石车的这个video 我觉得石车要比picture好看得多 对 而且里面也很 好像也很 也很avance 其实跟Tesla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它也有300的range 事实上这个Y也是类似similar situation 是是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会老老实是等 这个Tesla的Y 等我想要换的时候 我再去换到Y 但是我觉得你是比较喜欢Ford的 是不是 我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台 我喜欢的是那一台 Porsche的电动车 Taken Taken要出来 那个已经出了 已经出来了 已经在市面上有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个的 首先售价是要20万 那再等一会 所以 并不是我相信 不是受用每一个 这个消费者的群体的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它的range并没有很好 虽然你要付20万的这个price You would think 你的这个续航能力会很强 其实它也只是200多而已 所以虽然是个Porsche 一个保时捷 而且非常非常漂亮 里边从到外都非常漂亮 但是老实说 那个range并不是很乐观 不过话又谈回来 以科技的角度来谈 虽然说我很喜欢Porsche 这个品牌 可是真的要买的话 我还是建议观众大家 先等一下 因为这是Porsche第一代电动车 你看大家都知道 第一代通常都有很多bug 很多问题要解决 所以你先等个几年 让他们到第二代出来的时候 真的喜欢Porsche 你就可以去考虑 OK 现在呢 Tesla它的科技是非常成熟 再加上你知道 它好像在中国的Tesla 又出了软件的upgrade 没错 在中国的Teslaowner 大家都知道 刚刚过去这一两个月 Tesla刚刚 switched to 在上海做的Tesla 对对 而且当海刚好 第一批也是出厂了 然后于是呢 在中国的Tesla的owner 就可以有一批新的 新的软件 他们叫over the air upgrade 就是一个好像iPhone update一样 那么在中国呢 的确确也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 就是不仅是可以用到 国内常用的这个WeChat 就是微信的功能 在车子里 schedule你的appointment 它有个二维码 大家只要用电话扫一下 就可以schedule appointment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方便 美国应该也效仿 这样的market 因为我觉得将来肯定是 你都可以over the air 去update你的车了 你为什么不可以用 这个跟你的其他的这些 gudget和科技 融合一下 就是我觉得非常方便 我跟你讲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微信在中国 实在是太好用 太多人用 你以后车子可能只要开 经过McDonald 你连钱都不用付 它直接帮你扣账 没错 那你去做什么事情 车子开过去 它就已经 账都已经结好 人家这东西就已经送出来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 是Tesla非常聪明的地方 它将 因为大家要知道 微信在中国的普及率 和使用的这个方便的程度 远远高过于美国和其他市场很多 所以Tesla看到这一点 它用了将微信的一个科技 融合起来 我觉得通过微信 可以去schedule 去take care of你的车 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不仅如此 它还在车上update 大家就知道 Tesla可以在车上 你不开车的时候 可以打打游戏 消磨一下时间 那么在中国的市场就可以 最新的阿队就可以让你去打麻将 非常具有国人特色 更不仅如此 还加上了这个斗地主的游戏 很中国话 对 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这是一点 Tesla非常 Elon Musk非常聪明的地方 那以想买电动车的朋友来 就以这一几点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建议说 还是买Tesla 并不是说他们赞助 我们从来没赞助 但他们的科技已经很成熟了 在软体上开发上面 这些是很多公司 它需要时间去catch up的 你今天不管说Mustang 你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Ford的Mustang 或者是Porsche的 他们没有软体这个强大的功能 它需要多年的时间去学习 让它的AI软体 可以达到那个功能 所以Tesla还是要要领先的 我觉得各位 各大的这种car manufacturer 还是不妨 就是多花一点时间 宁愿晚一点推出这款车也好过 匆匆忙忙地推出 结果效果不好 而且不卖 结果就烂尾 其实还不如多花一点时间 在这个R&D上面 我觉得会更有效果 更有可以让给消费者 一个更可靠的一个product 我觉得这项Tesla学习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Steve 你不是有一个汽车的节目吗 对啊 有机会跟我们多解释一下 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各位如果有幸的话 不妨留意我们 我才刚刚推出的极速联盟节目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上 我们会进一步地去向他解释 Tesla这个车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